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法人客户都是那种手上资金上百亿上千亿的 然后来看看有哪一些投资标的 那办这个要干嘛呢 当然是希望他的客户下单给他多一点 所以每年大家都要看看说 美龄投资论坛推荐了哪些股票 因为通常美龄他们科技股非常厉害 所以他推荐的大多大家都会觉得应该是 还准确性算高 所以我们来看到他今年喜欢什么 物联网 云端 工业自动化 然后他推了11档标的 台积电 联发科 大力光联勇 我觉得这个我也会推啦 所以其实我们也不是要看他 推了这11档个股啦 我们要来看的是什么 美龄他这个论坛他还会办一个 很特别的tour带大家去玩 带这些他的大客户去玩 那玩什么呢 投资之旅 好 我们来看他投资之旅 这才是我们要看的 因为刚刚那些我都会推荐给你就代表 他应该是不是真的太厉害 所以呢 我们这个标股要从这里看 他要带他的客户去这个 南台湾高成长之旅 然后看这两家公司 国统跟智威 国统跟智威 然后呢 他16号还有台湾科技之旅 钟磊 旭准 言华 奇偶 飞捷 星聚 康书 3月20号呢 有这个 自行车 贸易秀之旅 带他们去看美丽达 看巨大 看贵萌 好 为什么要带大家来看 他们的旅游行程喔 因为呢 去年他们的旅游行程呢 他们就旅游到了标股他家 那有谁呢 有上营 有如虹 有桥顶 所以呢 你会不会突然发觉说 我也很想要看一下他们旅游行程 去了哪些地方 好 那么这个谈到了这样的一个旅游行程 我先请假宽哥 他们这个旅游行程 真的看了之后 好像 有的时候蛮是标股名单的一个内容 对不对 通常会定出来喔 我就讲一个最简单的 我们住台北对不对 台北一般外国客人来 你总不能随便大家带他去吃一个所谓的 乱七八糟的饺子嘛 有时候看到某一家什么风的 人那么多 可是你还是会带他去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去那边就有人说 这间是我们台湾全世界 排第一名的 最赞的 人家讲一讲 你看客人下次来 还对你有印象嘛 对不对 不然你带他说随便去哪个地方 去吃一个什么饺子 你就跟他说 那间 因为那间什么风的人太多了 所以我就带你去那边随便吃一吃 各位 这叫诚意嘛 这就不叫诚意的 所以宽哥 你意思这些精挑细选的 其实都是精挑细选的 我们先来看看去年 去年因为这家外资 我们跟他们的关系也还不错 所以他们有时候都会定出 所谓的一个order来 那每一年有每年流行的一个方向嘛 对不对 就像刚才陆明胸下有谈论到 最近欧洲车子流行的方向 是什么呢 小车 那为什么小车 因为现在欧洲很多的家庭单位 他就是两个夫妻带一只狗 带一只猫或带一个小孩 所以现在的车子就越来越小 那过去所谓的 那些所谓的线型裸杆 是没有人看到的嘛 所以上瓶股价大飙 过去所谓的定色衣 做薄的 大家都会贴啊 但是 整个如虹他敢跟你说 我今天做的第一件衣服 跟做出来第十万件的衣服 他中间的色度不会跑掉 这件事情没有几个人敢跟你 当行看 敢跟你打包票 如虹他做得到 所以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传产当中的一个 所谓的科技业 那我们这次来看 南台湾的高成长之旅的过程当中的话 高雄摩统 然后苗栗的智威 这个我们等一下故事这个再来谈 因为这两个故事 单单任何一家公司 我都可以跟各位谈十分钟 可能就谈不完 对 科技之旅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 请各位注意到 它集结在几个部分 今年所集结到的都是什么呢 第一个高价 对 然后它的职率率都相对高 而且都是业界当中 持所谓的龙头牛耳子角色的 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且有很多它都是要呈现 所谓的一个大转型 然后再来的部分的话 第三个是在所谓的 自行车贸易之旅的一个部分 先跟你说 咖啡车可能大家觉得 哎呦 咖啡车有什么 我最近有一件事情让我压抑到 我们家最近楼下有个小朋友 就沿路站看他从小时候 一直长长长长长大 然后他妈妈就说 我买一只咖啡车 我说你买这只咖啡车买多少 我拿拿看 那个是巨大座的 很棒的一台脚踏车 很轻吧 我就跟他说 这台可能要两万几块 结果他妈妈跟我渣渣言 我就说那你花了多少钱 他说那只咖啡车花七万 我已经天哪 七万块都可以买一台摩托车了 然后各位就是一台脚踏车 可是先跟各位报告 全世界最高档的脚踏车 都是台湾做的 所以这次美龄的整个投资之旅 这当中会有很多好的标的 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 好 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下一张 就帮大家整理出来了 哇 这个投资之旅当中 精选八档 这是未来的标股 因为我们看这个美龄 他们的这个投资旅程 去年果然选到标股 今年会不会有呢 国统 新剧 钟磊 康书 菲节 奇偶 旭准跟美丽达 陆明凤总赶快来挑挑 到底是哪一些你觉得 你看了之后有中意 我想这个可以谈一下这个钟磊 因为为什么谈钟磊 因为我们说整体的这个全球来讲 慢慢都进入所谓的这个4G 大陆当然比台湾早一点 那台湾4G也刚开始 那4G有个问题就是说 他在我们说这个要让这个4G的 他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通讯要良好的话 他小型的这个基地台这个需求很大 那我们知道钟磊 其实他做这种什么sale 就是说这个小型基地台需要很强 那未来还有一个发展趋势叫做车联网 车联网你总不能说 开车开到一半的所谓的这种 所谓的你的导航或是什么 这个跟整体的 现在都这样把你导到田中间 然后就断去 昨天说有一个不是导到 对不对 这个大学生导到这个山里面 不晓得怎么回来 因为赶快通知打量通知家 对对对 吓到了 那所以这个东西的通讯就很重要 因为你在车联网 尤其在你在开车的时候 这个整体这个通讯绝对是不能断 那我们知道其实台湾很多 有时候第一个就是这个高楼大巷 高楼大巷之后 你们说以往的这种大型的这个基地台 它还是会有一些死角 所以后续来讲的话 我们说要发展这个车联网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应用的话 其实这种small sale的这种 这种小型的这个基地台 这种这个需求会很大 所以我想中的也可以特别留意 那另外一档的话 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飞姐 飞姐其实就在我们这个3D附近 大家有空 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 是随便人可以去的吗 可以从他门口放过去 至于去月一下 我月下月下 飞姐其实还蛮 outstanding 就是还蛮真的还蛮不错的 其实他在以往在做这种 所谓post这种专专专机的时候 就有不错的 那后续来讲的话 我们为什么发展趋势这样 你看这个Apple Pay 对不对 蔡玲也我配 对不对 大家一起来配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你这种电子支付的部分 电子钱包的部分 其实我们说飞姐 他也开始就所谓的这种 post里面可以直接 这种线上的这个职务 非感应式的这种支付的话 其实也是他目前来讲的话 就所谓触控式的这种post的一个专家 是 这是飞姐 那宽哥来挑一档 精挑戏选一档的话 如果让我来挑的话 先跟各位谈 如果有一个水管 然后一台Toraku可以在里面开 这是不是一个很炫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流量 目前全亚洲来说的话 两家公司能做 一家在日本 另外一家在台湾 所以人家为什么一趟要去看国统 那最近刚好又在缺水 而且又有一些污染的一个题材 所以我们认为国统这个很重要 国统比较便宜一点 那如果说您价格喜欢贵一点的话 智威有便宜一点的价格 我们认为也不错 好 来 接牌时间 快点 我陆平副总 刚给大家那个 刚给大家那个奔驰球场不能少 其实我刚你还没接牌之前 我猜我以为是高尔夫球之类的 就不是 对不对 现在接吗 对 现在接 来 保诚 做球鞋的 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是 已经是老掉牙的股票了 所以股票做太久了 就觉得保诚 他怎么会有什么发展的潜力 或者说这个股价可能比较牛皮 但是我们来看 你说跟他同类型的股票 第一那一档叫丰泰 一百多块了 对 丰泰已经一百多块了 那保诚有没有机会 我想有一个补涨的机会 那第一个呢 以前我们从这个 所谓的这种生产基地来讲的话 之前这个丰泰 他是先抢到这个东南亚的这个市场 那在生产成本的部分 就比大陆就比较降低 那保诚呢 可能就去年 在经过了所谓的这种罢工事件之后 今年这个也学乖了 那慢慢也开始要往把它移到 移到这个东南亚国协 像柬埔寨大概四五月份 他就上天就要开工了 那所以在整体的这个生产策略的部分 我想他的也是会慢慢的 这个成本也会慢慢的降低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说 他一个代工的这个伙伴的部分 丰泰的当然是紧抓这个Nike 那但是我们说这个保诚 那Nike 还有这个阿迪达 Puma 这个各家都收了 那全球这运动风的这种情况之下 我想这个也是呢 会有一个比价的空间 那第三个就是说 我们来看一下 他之前呢 这个台中这个土地 在这个靠近高铁 以北的这个 所谓西屯区的这个开发 台中市人都知道 那块地是相当之大 所以这个土地都 所谓的 还没有资产重沽 意思是这样子 他有用土份吗 还没有 你去看台开就知道了 你去看台开就知道了 对不对 土地如果资产重沽 台开对不对 连续两天 每天掌停板 对对对对 这个可以留意 第三个就是说 在整体的时候 我说那个时候 金融海啸下来的时候 他去投资了什么 投资了南山人兽 获利了相当的惊人 也都还没有说 做明确的认立 都是列为藏头 第四个 这个外资的挂保证 对不对 外资买大概37块 现在47块了 外资呢 他会赚10块钱就跑吗 这个我们就 这个觉得有机会 这个外资买越多天 以后涨的会越多天 可以这样等比吗 基本上来讲的话 大概就是说 我们来看说他买一体 他37块到47块 是他的这个进货成本嘛 那大家就来想像 后面呢 这个空间上 到底有多大 这个大家可以去留意这样 好 来我们看到陆明副总 今天跟大家推薦的 这个短线的标股啊 是做球鞋的保存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下个礼拜 是不是有机会呢 这是今天呢 我们的三菱全球财经 非常谢谢你的收看 下个礼拜再见咯 拜拜 欢迎 欢迎 让你Q彈有活力 麦当劳全新推出早安Q吐司 后切软中带Q 美味真材实料 火力Q彈一带就走 好啰 谢谢 超值早餐39元起 欢迎 這個芹菜不能用這個銀頭 一個槍 這樣很好吃 港鐵銀營 寬鐵十番 抹水恩養的港中啊 使用潔水飆髒的產品 就可以輕鬆沾水 大小企業一起潔水 用行動來增添水資源 節約用水在生活的每一天